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借琳 彭亨关单一名华裔少夫的家人 先是报案指她失踪了 警方登门调查没发现 不料警方收队后 家人再通知在床底发现了女死者的尸体 警方前后三次到出世住宅搜证后 今早将死者的父亲 中国籍丈夫 家公和家婆四人 押往关单法庭申请延扣住查 推示允许法庭延扣四人七天 死者是28岁的吴楚尼 她是全职家庭主妇 丈夫则是工厂主任 关单警区主任 望莫哈莫扎哈里助理总监证实 女死者相信是在家中被凶徒勒死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的谋杀条文展开调查 包括凶徒的干案动机 今早也派员回到死者家中继续搜证 死者的中国籍丈夫 家公家婆及亲生父亲被扣 但望莫哈莫扎哈里强调 警方目前没有把他们列为嫌犯 只是按照程序严扣他们以协助调查 住在关单 因迪拉马哥达的吴楚尼 被指于昨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后失联 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他的父亲下午向警方投报 不料失踪约8小时后 吴楚尼被丈夫发现死在家中床底 邻居形容死者一家很少和邻居打交道 因此不是很清楚他们的家务事 但不曾听到他们家传来争执 死者丈夫在邻居眼中是个很文静的人 死者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车房也中了不少职务 有邻居住家的毕露电视 昨天拍到有陌生车辆的画面 怀疑和案件有关 并已向警方提供资料 希望有助调查工作 马来年轻男歌手穆罕哈莫尼查阿凡 周二晚出门跑步后失联 结果失踪24小时后 被发现浮尸巴生河 警方披露穆罕尼查阿凡的遗体 料在金屋解剖 当局会带解剖报告出炉后 做进一步调查 23岁的莫哈莫尼查阿凡 是在本月13号晚上7点54分 出门跑步后失联 然而时隔24小时后 巴生河岸上发现一具漂浮的男子尸体 并证实就是失踪的莫哈莫尼查阿凡 警察总长拉查鲁丁 今天授寻时回应 死者的手机和钱包已被寻货 但其银行提款卡不翼而飞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令人伤感的是 死者遗体被发现前 家属还在发现浮尸的桥上祈祷 希望他能平安回家 为无奈最终事与愿违 白头人送黑头人 他的父亲难掩忧伤的确认 那就是自己的儿子 而他的母亲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中国游客男子吕永谦和儿子 上周五在马六甲市过马路时 双松被一辆汽车撞上 为父者重伤毙命 克死异乡 儿子则受伤 后来被安排回国治疗 死者吕永谦的遗体 已在昨天下午 由家属从马六甲中央医院太平间领出 并于今早火化后 晚上由太太和家人将骨灰带回中国 希望能赶在死者投妻前带她回国 中国报粉红社首次举办杰出商财奖 旨在发掘和表彰各领域表现杰出的企业和女性企业家 粉红社杰出商财奖一共设有七个奖项 提名截止日期为8月31号 欢迎各位女企业家踊跃报名 来干净中国籍男子被绑架和勒索数百万案 今天有新进展 一对夫妇和另外四名华裔年轻男女 今天在雪邦地庭面控绑架罪名 六人皆不认罪 由于罪行严重 法庭不允许他们保释外出 控状纸25到29岁的四男二女华裔被告和四名在逃嫌犯 在7月11号早上11点多 在龙布大道赛城出口 非法扣押一名中国籍男子 以勒索价值100万7696泰达币 也就是约447万735令吉赎金 他们因此抵触1961年绑架法令 罪程可判处最少监禁30年或最多监禁40年 以及鞭持 案定9月8号过堂 案情显示 一名中国籍男子上个月飞抵大马 乘车离开机场不久后 半途被匪徒拦下 连同车上女司机一起被绑架 警方驻查发现18名绑匪涉案 逮捕了包括主谋在内的匪党10人 歼灭4人 起回超过310万令吉的财物 并揭发主谋近视受害者的私人司机 两名吉隆坡市政局执法官 因向卖淫活动的娱乐场所收保护费 今天在法庭面对三项贪污和收受贿赂指控 他们都否认有罪 各获准以15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公众指他们到雪州浦种一家餐厅 向管理娱乐场所的一名62岁华裔男子 先后索取了三笔保护费 金额分别是20万、16万及13万令吉 布法集团盗用外国知名投资公司名义行骗 声称不仅每月可获一笔可观回酬 甚至拍下到香港公司实地考察的照片 并连环发送不买就走保等信息来 中线投资者的心理 就连拥有10年投资经验的华裔 财务经理也中招 惨遭骗走44万7000令吉 41岁市主黄先生今天在马华公共服务 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公开他被照片的经过 他原是打算上课程学习投资新知识 结果被面子书上一则国外投资公司提供的投资 课程广告所吸引 集团以三个手法诱惑 包括只每个月可获得10%到20%的回酬 黄先生被诱骗以巨额购买首发股 在汇款44万7000令吉 至四个不同银行户投后 眼见在股票交易平台赚了钱 却无法取出相关款项 他讲我赢了 那个钱在那边 我的数字 我可以看到是80多万 可是我不能以弱 他讲我签那个IPO的签 我要放170万 才可以free start the account 然后后后我可以draw那个 account 可是这个是全部 是tacking的 黄先生说 他在投资前也一度产生疑惑 但因一时没有提防心 加上老千的话术非常真实 令他信以为真 结果学习不成反失财 他如今已到警局报案 并向国家银行和大马通讯 及多媒体委员会举报 但恐怕难以追回被骗的款项 中秋佳节将至 灯笼高高挂的场景 即将映入眼帘 随着传统灯笼的产量 一年比一年少 手工师傅也年老或退休 传统灯笼如今已成为真品 槟城乔治市的大东酒楼 每逢中秋都会高挂传统灯笼 营造中秋氛围之鱼 与让顾客可以挑选购买 这些买少见少的传统灯笼 大东酒店从数十年前开始 都会在中秋节到来之前 在店内高挂五颜六色的传统灯笼 饭店经理李慧玲受访时提到 店内的传统灯笼每年都几乎卖完 随着制作传统灯笼的大师 年迈退休 这些传统灯笼逐年买少见少 他也说 今年的传统灯笼 新增了小孩喜爱的酷糯米造型 店内也备有一些电子灯笼 供家掌选择 价格比去年上涨了2%到5% 但无阻顾客的喜爱 大东饭店的灯笼海 美轮美奂 不只国内外游客和时刻闻讯而来 还吸引了新人拍摄婚纱照 换个焦点 雪州割打白沙罗 鱼兰盆公普盛会 今年来到第十七届 多年来都深受商民支持的盛会 今年响应报效的趋势 更是有增无减 盛会从本月12号起 一连举办五天 昨晚的重头戏 破地狱青龙大阵仪式 更是吸引不少善男性女围观 去年8月22号 才当选泰国第三十任首相的 房地产大亨瑟塔 周三遭到宪法法庭解除职务 国会下议院预定周五 也就是16号举行会议 选出新首相 随着有关变动 泰国联合政府的各党国会党编 周四举行会议 推举新的首相候选人 泰国宪法法庭九位大法官 周三下午以五票对四票 裁定瑟塔违宪 并解除他的首相职务 这也导致瑟塔上任不到一年 就惨遭免职 内阁也将随之解散 目前较有可能的新首相人选 包括卫泰党党魁佩通坦 卫泰党首相候选人蔡卡胜 泰自豪党党魁 及副首相阿努廷 以及公民力量党党魁普拉威 今天也就是8月15号 正逢日本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 首相岸田文雄以执政党自民党总裁身份 自费向禁国神社献上祭祀费 这是日本首相连续12年 在战败投降纪念日奉上祭祀费 此外也有几名部长 国会议员亲自到禁国神社参拜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周三 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发表讲话 重点阐述了他应对通货膨胀的计划 包括承诺在重返白宫的第一天 就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每位内阁成员和机构负责人 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和权利 全面遏制通胀 迅速降低物价 他也计划在上任第一年内 努力将能源价格削减一半 日本大阪府周四凌晨约4点 突然大规模停电 影响多达244,600户家庭 部分列车一度停止或延误 交通灯也熄灭 画面可以看到 街上几乎一片漆黑 两架阵风战机 周三在法国东部上空相撞 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 一名飞行员逃生 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 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朝鲜因新冠疫情 迄今已关闭国门近5年 旅游公司说 朝鲜将于12月恢复前往东北部城市 三瓷渊的国际旅游 也可能恢复其他地区的国际旅游 美国基毒局在本月12号的记者会表示 近期查出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农贸市厂旁 一辆卡车上藏了高达1000公斤 市值超过300万美元 也就是约1331.4万令吉的冰毒 这些大量毒品居然被藏在车上的芹菜堆里 企图掩人耳目 中国汉朝时期 张谦奉汉武帝之命 两次初始西域打通了汉朝 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 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 而其中古称甘州的甘肃省张叶市 自古就是丝绸之路重镇 新闻的最后 一起来到麒莲山腹地探寻张叶市 位于宿南域固族自治县内的马蹄市石窟群 我是芥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